嗨 我是阿貴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眾所期待 HTC又終於來發表會了 每個人都說 TUBEGON都可以等30年 那HTC等個幾年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等的是什麼幾年呢 沒有意外今天應該出現會是這個東西 那到底是不是呢 等一下就會知道 那我知道大家看我們這個 陽剛味很重的頻道會受不了 那這次我們就找幾個科技的小美女 那去哪邊找 路上找找就知道了 剛剛有人找小美女嗎 我是大美女 你有沒有講錯啊 我是小美女的 你有沒有要先到這 對啊 你要先到這 會不會講話 身為一個頻道你就知道了 家子話就更好聽了嗎 小美女的部分 好啦 那這兩位我應該不需要多做介紹 還是讓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穆娜 嗨 大家好 我是貝爾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第一次來束褲的頻道玩 真的 反正今天就看我們兩個就好了 就不用看阿貴 好啊 阿貴先說 那你幫我們謝謝囉 不過等等就會請兩位小美女幫我們 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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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說 記者會等等發表完之後 到底是什麼樣的產品 那我們就一起 Let's go 沒錯 走 好啦 今天的重點就是這邊啦 不用不用不用 它很高 它很高 很高 ACC Design 22 Pro 登場啦 這完全沒睡好 所以很尷尬是很正常的 那 這一次其實我們剛剛也稍微 請教一下HTC 他們來介紹這一支手機 到底他們是如何定位它的 那 在價錢跟定位這件事情呢 我的莫娜很有感受 因為通常大家可能想到VR 就會想到說可能需要搭配很貴的裝置 或者是它可能某些東西處理起來很厲害 那其實現在要進入VR世界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比如像他們這次推出的 這支 Design 22 Pro 因為畢竟它的價格的部分 一萬出算是非常好入手的價格 那也算是將那個進入VR世界的門檻再調得更低了 變成說我們可能現在買了一支一萬出頭的手機 就可以進入VR世界 然後體驗VR裡面的東西 算是把元宇宙的這個門檻降得很低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搭配他們家的 Vive元宇宙算是一個蠻聰明的策略 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呢 比較艱深 我們來問問看貝爾 其實貝爾剛剛有在做準備 準備什麼東西呢 了解到底目前HTC 提供的元宇宙內容有哪一些部分 他們這一次在他們元宇宙的平台啊 其實他們就是將這些東西應用在 比如說金融演唱會 藝文也有 喔對啦 藝文啦 藝文 這樣更可以嗎 這麼free 可以啊 很free 我馬就很free了 沒錯沒錯 像是在高雄 他們其實前陣子跟去年 好像跟高雄蠻常合作 就會在那邊辦那種藝術展 然後就是給民眾參加 假日的時候大家不想曬太陽 就可以去參加他們的這種 就是VR展的部分 好啦 那平常都是我呢 來跟大家介紹手感 不過今天我們請 我可以老實講嗎 兩個人要輪流講 我們先請貝爾先 你覺得以女生的角度 這隻手感如何 我覺得它算是很輕 然後它的顏色 我覺得是女生會 他們這次也是說 這個顏色叫做波公斤 應該是女生會喜歡的 我剛才稍微摸了一下 因為我算是比較會流手汗 超會 我跟你講 它的手是行動游泳池 就是有時候 它摸我會想說 欸 我剛洗澡完嗎 那邊吃一塊 亂講 幫我批亂講 我剛才稍微摸了一下 稍微有一點會沾指紋 重量呢 重量滿輕的啊 很輕耶 因為它6.6吋 6.6吋的 蠻大的手 上次都是我的指紋怎麼辦 怎麼辦 單手會不會不好掌握嗎 不會啊 不會 有沒有OK嗎 很配你的髮色 很配我的髮色嗎 很配你髮色 買這隻手就給我去講這顏色 不好意思啊 這邊只有鼻弱 沒有 什麼意思 那換另外一位 嫌疑它的上一代 它也是做這種斜條紋的嘛 然後上一代其實 那時候帶出我們拍照的時候 就會發現它中間就會有一條很深色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深色是因為 它做成條紋 然後有光線折色的關係 所以它中間會有一條 深色的陰影 還是是它真的設計 就是中間這條比較深色 期待廠商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它其實拍照很明顯喔 就算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樣拿看的就其實就蠻明顯的 我不知道相機拍不拍得出來 那它這一次有說 它就是用這種曲線的線條 然後可以展現出那種 波光靈靈的那種線條感這樣 就是很安卓手機的樣子 我覺得也很有它以前手機的特色 因為它以前也是 都是斜線條的設計 然後只是這次做成曲線這樣 那回到Hardcore事情就要交給我來啦 其實也沒有太多Hardcore 其實我們也做得到 120Hz這個影片更新率嗎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是冷知識 其實網路上應該查得到 對於迪賽爾的名稱這個秘名呢 其實這一支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它應該是HTC Desire 第83支叫做迪賽爾的手機了 853 第83支 第一支HTC Desire 它其實誕生在2010年 其實已經蠻久了 現在都已經到了2022了 那其實剛剛講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一次的手機 最主要還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入滿進入元宇宙的一個方式 那元宇宙的內容 就像剛剛費兒講的 它有很多也包含現在有金融嘛 下下的各種NFT 那各位看它這邊 上面都已經寫了 對 你說它的上市好禮嗎 沒錯 還送了你兩款貓貓的 你說你講碟字 媽咪 但重點其實不是NFT 而是它提供了你購買的人 它會給你一個放置NFT的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呢 其實不容易大部分都要付費 我覺得很酷耶 它剛剛在講的時候 它剛才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我有點不懂說這個虛擬空間是什麼 但是等它那個影片展示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 喔 就大概懂它是一個空間 然後可以讓你在裡面上面放NFT 然後你也可以佈置一點 有點像動森的感覺 對 很接近 甚至是你不只是你可以買來放 你可以自己創作 而且你也可以邀請你的朋友 如果剛好他有這樣的裝飾 你可以邀請朋友來你的這個空間 看你的這個展覽 而且這虛擬空間本身也是一個NFT 沒錯 然後他說如果只有可能你做得好 搞不好也可以拿出去賣 所以其實你可以剛剛在畫面上 你可以看到這隻手機裡面 已經有預載非常多 它的VR的一些內容 我們剛才不是有說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用這支手機 要怎麼進入我們的VR世界嗎 就是還要搭配它這一個 然後他們也有賣一個套組 對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就是可以連線 然後你就可以進入這VR世界 去體驗你剛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Word啊 虛擬空間 或是去看你的貓咪NFT這樣 那我覺得這樣概念很好 因為過去你可能是買一個大台的VR設備 但現在呢 它把它的設備縮小到了 你隨身攜帶的這種VR眼鏡之外 你的主機就是你的手機 手機現在每個人都有一支嘛 現在很多人不只一支 對 那它現在就等同是你一個 很簡單就可以直接進到VR的世界 不會你在何時 你在何地 比如說莫娜在山上 要有訊號 有訊號 剛才有 要這樣欸 我去看大自然 我還要帶VR進入大自然裡面 欸 科技圈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每一次出去哪一次不是帶科技圈 那你就測試了 這種戶外使用的VR呢 當然就找有莫娜 那如果這種想要更深入 更沉浸式的體驗 在居家的話 我們還有貝爾嘛 現在貝爾都是在螢幕前面 做各式各樣的遊戲體驗 然後要記得喝水 不用啦 它一直在喝水 要喝水 它們有在看你的直播欸 真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這次把它定位在 這一次它就是一個 以元宇宙為主題 那它們就是一個 簡單進入元宇宙的設備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知道HTC在未來 就是接近 就是開始把所有的東西 都是放住在它的元宇宙 如何讓消費者可以用更簡單 更生活化的東西 直接進到元宇宙裡面 去享受 去體驗 去創作 會是它們的目標 這也算是束褲比較正式的 在記者會 跟兩位美女合作 對不對 第一次 對啊 大家都叫我女神啦 比較少人家叫我美 因為你沒有懂的 懂內話會更好聽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體驗會 那開箱的話 HTC 期待有了我們開箱的機會喔 我是阿貴 我是娃娜 我是貝爾 我們在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